大家好 歡迎安安捷 群眾現場 我們持續帶你來舉腳的是 中東的局勢 好 當然現在中東局勢呢 現在加薩戰爭還未歇 但是其他多條戰士是同步開打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就強硬發言 使言要戰鬥到勝利的那一刻 當然現在引發國際之間的關注 到底中東局勢何去何從 好 不過就在一個關鍵的時刻 英國的前首相強身 最近可能是因為 他要出輸了 開始在大爆料 一些其他政治人物的事情 他就爆料了在2017年 當時還不是擔任首相的他 他是在做外交大臣的職務的時候 當時的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就訪問到英國去 也特地說想要來拜訪一下強身 特地到強身的辦公室來訪問 而說是借顧著上廁所的時候 後來就在強身說 他們的團隊在辦公室 或者是說在辦公室裡面的廁所 在清理的時候 居然找到了竊聽器 監聽器 所以現在強身就說 強烈懷疑 當時是不是就是納坦雅胡 借著上廁所知名 結果在他的辦公室的廁所裡面 放了監聽器 不過今天大爆料 對此納坦雅胡辦公室 是還沒有發表任何的評論 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整件事情 是不是納坦雅胡所為 回過頭來要來看的是 以哈戰士現在已經滿一周年了 不過看起來和談是沒有希望了 而且多條戰線還在同時開打 首先來看到的是 以軍還是持續的攻擊的 是加薩北部的賈巴利亞難民營 另外也對黎巴嫩這邊 貝魯特 首都貝魯特 不斷的連續多天持續轟炸 那麼這件消息 空襲到這須利亞中部地區 導致當地非常多的難民 他們急著撤離他們的家園 而現在更傳出來的是說 協助黎巴嫩真主黨 要恢復他們團隊組織的 這個是伊朗的聖城旅的一個指揮官 卡阿尼目前下落不明 而當地的民眾就認為說 有沒有可能就是卡阿尼當時 要去協助黎巴嫩的 進行鄭主黨的一些團隊 復原的工作的時候 遭到以色列給空襲了呢 所以現在專家很擔心的是 伊朗恐怕會為此再度進行 另一波新的攻擊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